好的 我是阿周 今天晚上的行程呢 就是安排去扶琴夜市 那跟著最佳理主角 一起要往扶琴夜市的方向 從這個五號線 V1 走出來之後呢 就沿著右手邊 就可以往扶琴夜市的方向 四夜勤扶 喔不是 是 是扶琴夜市 好的 一般來講到扶琴夜市是傍晚時刻 這時候是最好的 阿周就在這個位置 拍個照 好的 繼續的往這邊走吧 好的 繼續往這裡走 這就是短短的一條 扶琴夜市 所有的美食 在這邊幾乎都可以看到 當地的美食 我們先走一趟 逛一趟 逛完之後 再看後續要想吃什麼 再品嘗看看 脆皮五花肉 三十塊錢一條 蠻平價的 蠻平價的 哇 這邊好像還有人在泡茶什麼的 肥腸加大蔥 大根的 三十塊 這邊很多人在排隊 應該是不錯喔 拍拍看他做什麼 看起來很好吃的感覺 等一下來買一點吃吃看 他基本上還要等 半蔬... 起司烤榴槤 一份 二十塊 聽說來福勤 就是要接 地氣的話就可以考慮來 福勤夜市走走 看起來都好辣的感覺 老火鍋 哇哦 原來是這樣,算了算了算 好香哦 一口壽司,一元壽司 生煎包 這個冰品齁,在這邊吃辣的 聽說吃完辣之後吃個冰 冰冰涼涼的可以解膩 哎呀,蝎子 還有蛹 好特別哦 茉莉冰豆奶 老冰 這邊還有 哇哦 那一頭還有 出乎以外 我還以為到這一小段就沒有了 這邊也有耶 這邊還有 整個區塊都是 自助草案車子 3.5角 他那個是分數3.5塊錢 是3.5角 一塊多台幣 老成都 串串香 真的,人潮蠻多的 哦,聞到臭豆腐了 好像在成都 一些特色小吃這邊都看得到耶 終於小丸子 我覺得夜市每天在這邊住在這邊的人應該很辛苦 進出 等等的 好像東西都是大頭小異 兔大頭 賣兔的 那就是兔頭 那是兔頭齁 那是兔頭齁 這間店的聲音好像比較好 這間 父親第一烤 這邊再過去就小區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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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這邊就小區了 那是兔頭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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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絲粉 第一次吃螺絲粉 來四川沒有吃那個辣的 但是我看到螺絲粉 上次在金門 聽那個司機講 他們都是 跑到大陸吃螺絲粉 我吃看這個味道 他說吃起來跟臭豆腐,臭豆鍋差不多 叫了一個炸彈的 不過看就是像豆皮 先吃一口看看 還好 那三塊是 一個蛋 蛋 它這個蛋好像把它炸過 好 這塊子放一個 換去看 好啦 吃完了 吃完了 一個牛雜 一個蛋的 老闆謝謝 好吃 謝謝 剛剛這家女主角 買了這家 我是吃這家 螺絲粉 這家 招牌沒拍到 那 父親第一 牛蘭炸攤 價格 剛剛點了一份 這老闆 說廣東口味的 聽說不會辣 結果吃了還是有點辣 還笑 辣到嗆到 一丟丟 一丟丟 這個 確實有點辣 價格還好啦 價格基本上 能接受的 對你們台灣來說 蛤 是啊 揮揮手吧 做個 我幫你po唱吧 揮揮手吧 好 拜拜 沒有 剛剛吃了炸彈螺絲粉 這家 推薦 來這裡 福情夜市 找找看 找得到 運氣好 豆腐腦 還好長喔 還走到那邊 哇 好性格 點菜要爬樓梯進去 看到沒 點個菜 出個菜要爬樓梯進去 就窗戶拆掉 這就是樓梯這樣爬 翻上越來 看起來還不錯的感覺 真的耶 就開個窗戶 沒有蓋子 有蓋子 沒有蓋子 我打得比較慢 讓他知道 那蓋子就拔得緊 好 謝謝 不要來 我準備了 給你 拿一盞 顏色 每個都要 抹著 打出 還可以 這次 這次 多謝 乾脆 到 只要 不然 一盞 这个带点帘子跟冰粉 爆冰的 这老板 能不能进 服务夜市 在转弯角看着看着 哇 之后呢 这是热的 20年了很久了 20年了 在这边已经做摊20年的 老板 加了 哇 馅料加好多 加老招 还有老招 老招不是兰州那边的吗 米酒 我知道啊 这感觉好像在那个 兰州那边那种感觉 我也要打包耶 等一下 等一下 先做好再打 你看糖浆 糖浆 好好好 这样坐地铁不会有问题吧 可以带一套 这价格就在这里 好的 好 老板谢谢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里吗 因为是猛男汉堡 不是软的不好吃 结果都是 看得出来吗 很特别 看一下他做的汉堡 我觉得两个 一个 年轻真好 再加一些脂肪 這是羊頭嗎? 可以拍嗎? 可以齁 看起來妳應該是那邊的 西安 少數民族 因為我們去西安都有看到這個 我們去西安看很多這個 還有那個馬爺爺 那是蘭州 謝謝 這羊頭一顆 這羊頭一顆是賣多少? 68塊一顆 要不要品嘗看看 他不敢吃 OK謝謝 好的剛剛去福星夜市 買了一份 竹膏 挖點來嘗嘗看 這竹膏啊 就是這個樣子 它就是糯米 外加了一點的棗泥 還有紅豆 還有桂圓 這是甜的 看都好想吃喔 挖一點 等會要跟 因為要跟那個 第一女主角一起分享 我就會挖到那個蓋子上面 來吃吃看 吃給各位看 來 先品嘗看看 這大紅豆 大豌豆的 入口就覺得有 找你的香氣 非常的好吃 真的好好吃喔 還有點桂圓的香氣 沒有在那邊吃是 但是 我容易要腸胃 這邊呢 回來吃就不怕 為什麼啊 酒店如果鬧腸胃 就跑廁所而已啊 真的好吃 完全不辣 而且我發覺 熱熱的吃買好吃的 冷了之後可能味道又不一樣 這就是傳說中 宮廷巨裡面的菌糕 挖了兩大口 就這邊吃一吃 很滿足 好的以上就是我到虎晴夜市的感受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影片見